有民眾日前到臺中藏壽司來用餐 看到有孩童吵著迴轉壽司吐口水 父母也沒有制止 藏壽司今天就緊急發表聲明 表達歉意 已經全面清潔消毒 未來若是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店舖會立刻停止營業 並且報廢轉臺上面的商品 臺中市府實安處也表示 會派人去了解餐點供應的流程 若是茶友疏失 會要求限期改善 有網友到臺中藏壽司用餐 卻拍下這一幕 照片中的孩童猛盯著迴轉壽司 但他不是要拿壽司來吃 而是吵著迴轉壽司吐口水 目擊民眾拍照上網發文 指控孩童吵五盤壽司吐口水 又夠噁心 而父母在旁邊也沒制止 直到小孩看到在錄影才停止 跟店員告知 但店員卻沒有積極處理 讓民眾直接沒胃口 對此藏壽司回應收到消費者通報後 店員立刻確認顧客和商品狀況 但對應上仍有不足深感歉意 今後如果碰上類似狀況 店鋪將立即停止營業 報廢轉臺上的商品 等灰轉鏈都清潔消毒後 再重新營業 實安處接獲通報後將派員在營業時間前往瞭解 重點包括了餐點供應的流程以及品質管控 公餐環節器具的清潔與消毒等項目 另外一併輔導業者加強勳解 臺中市府實安處將派人前往瞭解 如果茶友疏失會要求限期改善 只是迴轉壽司遭惡搞 早已不是頭一遭 今年初才爆出在日本壽司狼 有高中生舔醬油瓶 導致母公司市值蒸發三十七億 當時日本壽司狼一度暫停迴轉 直到今年夏天才會不迴轉供應餐點 如果要是一直持續發生 所謂類似這樣的所謂的衛生環保 或者是消費者 他有一個所謂的不自治的行為的話 甚至有可能會導致 就是未來這個迴轉壽司的形式 會有很明顯的改變 例如說他不在意消費者自取的方式 專家建議迴轉壽司業者 如果想兼顧衛生性和取餐便利性 不妨加派人力尋檢 或導入AI設備監測 民眾也得抵制類似惡搞狀況 才不會掀起模仿小影 記者 郭俊麟 台北報導